主席啊,这就是你的大女儿,娇娇啊 毛主席一生有十个子女 但最终却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乐平安长大 且留在了毛主席身边 而这几个孩子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贺子珍的照顾 对于贺妈妈,无论是毛岸英、毛岸青还是李乐 他们都非常喜欢与敬重 更是把贺子珍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看待 1949年,李敏和毛岸青来到北京 回到爸爸毛主席身边 当时除了毛主席十分高兴外 最为高兴的便是他们的哥哥毛岸英 当毛岸英得知弟弟妹妹来到北京后 赶忙去见了他们 在见到妹妹李敏后 毛岸英高兴地说道 贺妈妈还好吗 当得到李敏肯定地回答后 毛岸英脸上的笑容灿烂了起来 我和暗青都很喜欢贺妈妈 说完 毛岸英的思绪不禁飘回了自己与弟弟相互扶持在苏联莫斯科的岁月 1936年 为确保毛岸英、毛岸青的生活 也为了避免他们兄弟二人遭到敌人的迫害 党组织便把他们送到了莫斯科学习 那时 毛岸英、毛岸青已经在上海流浪了很久 在来到莫斯科后 他们十分珍惜安稳的生活 1937年 毛岸英、毛岸青正式进入莫尼诺国基尔同学院学习 当毛主席得知自己的两个孩子被安置在苏联莫斯科后 那颗揪着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 与此同时 1937年年底 赫子珍离开延安 孤身一人前往苏联 他想要将自己身上留存多年的蛋片取出来 并想在苏联学习两年再回国 来到莫斯科后不久 赫子珍得知毛主席的两个孩子也在莫斯科后 打听清楚两个孩子的下落后 赫子珍便立即前往莫尼诺国基尔同院前去看望两个孩子 1938年春的一天 赫子珍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宿舍见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 自此之后 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 赫子珍总是会带着一些物品去看两个孩子 以慈母之心关怀着他们的衣食住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毛岸英 毛岸青在赫子珍身上体会到了久违的母爱 有时在没课的时候 毛岸英 毛岸青也会主动去看望赫子珍 帮和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 有一次 毛岸英到莫斯科红军长征干部休养所搜集革命故事 有个阿姨告诉她 你和妈妈很早就参加革命了 是个传奇的红军女英雄 至今身上还有十几块蛋片 她的革命故事可多了 这不禁让毛岸英对赫妈妈的敬重又更深了一层 1939年年底 毛主席把李敏送到苏联陪伴赫子珍 女儿的到来 让赫子珍感受到了无限的喜悦 也让两个哥哥高兴不已 那时 一到周末 毛岸英 毛岸青两兄弟便回到赫妈妈家里看娇娇妹妹 几个孩子很快便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赫子珍每每看到孩子们天真烂漫的模样 心里开心极了 无论是对赫子珍还是几个孩子来说 这段日子都是他们在苏联最美好的日子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稍纵即逝 在李敏到达苏联不久后 苏德战争便爆发了 很快 苏联便提出了支援前线的口号 从那时起 赫子珍每月的津贴被停了 一切生活用品的供给也停了 为了弥补口粮的不足 赫子珍硬是挤出时间开荒 自己种一些胡萝卜 土豆 蔬菜等等 甚至还会从自己和李敏的口粮中 节省出一部分 由到周末 待毛岸英 毛岸青回来后再吃 虽然日子过得十分艰辛 但毛岸英 毛岸青有了贺妈妈的关怀 他即便是有时会饿肚子 但却依旧觉得十分幸福 不久后 毛岸青前往一个士官学校学习 从那时起 他便很少去贺妈妈那里 又没过多久后 毛岸青也前往别处读书 学校离家里也很远 最后家里便只剩贺子珍和李敏了 虽然毛岸英和毛岸青走了后 贺子珍的生活压力小了不少 但他也变得孤单起来 他无时无刻不为两个儿子感到担忧 1942年 贺子珍得知照顾四年的儿子毛岸英回国后 高兴不已 虽然没有毛岸英的陪伴 但当贺子珍得知毛岸英回到毛主席身边时 也十分欣慰 1947年 贺子珍带着毛岸青 李敏回到祖国 回国后 贺子珍依旧没放松对两个孩子的教育 1949年 在毛主席的授意下 贺仪带着李敏和毛岸青来到毛主席身边 临别前 贺子珍嘱咐李敏一定要好好照顾哥哥毛岸青 离开贺妈妈 毛岸青难免感到落寞 但好在身边还有爸爸 哥哥和妹妹 可即便如此 毛岸青还是常常会想起贺妈妈 自回到祖国后 毛岸英常常会给贺妈妈写信 后来 他在朝鲜牺牲后 没有人敢把这件事告诉贺子珍 但贺子珍总是会询问毛岸英的情况 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事情 终究没能瞒住贺子珍 当贺子珍得知后 哭得气不成声 暗英小时候流浪 回来以后当农民 这去了朝鲜 人没了 没了 自李敏来到爸爸毛主席身边后 常常思念妈妈贺子珍 也曾向父亲询问 为什么还不接妈妈来和自己团聚 面对女儿提出的疑问 毛主席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 后来 毛主席为了能让贺子珍与李敏有团聚的时间 便主动提出每年寒假让李敏去陪伴贺子珍 自此 李敏常常盼望着寒假的到来 而那时李敏发现 期待寒假到来的不仅只有他自己 还有爸爸毛主席 那时 当寒假即将到来时 李敏会安排工作人员帮助李敏准备 收拾行囊 与此同时 毛主席还会亲自出马 为李敏忙前忙后 一会儿让人去买一些特产 一会儿让人去买一些零食 一直到李敏说自己拿不了时 毛主席才能罢休 而除了这些外 每次李敏去看望妈妈贺子珍时 毛主席还会托李敏给贺子珍带去自己写亲笔信 信中都是一些关怀的话语 见到女儿李敏后 贺子珍总是拉着女儿询问许多事 除了关怀毛主席外 贺子珍最关心的就是女儿李敏过的是否开心 每次得到肯定的回答时 贺子珍总是心满意足地点点头 当李敏与妈妈贺子珍即将分别时 贺子珍也会去给毛主席买一些爱吃的食物 也会给毛主席买一些需要的东西 当然除了给毛主席买东西外 贺子珍还会给毛主席身边的人买一些东西 比如给毛主席的小女儿李娜 买一些小玩具或者衣服 每当李敏回到北京时 毛主席看到大包小包的东西 总是会主动接过 随即问到你妈妈现在怎么样 听到李敏说贺子珍身体精神都不错 且过得还好时毛主席才会稍微安心一些 1959年 毛主席与贺子珍的庐山会面 可谓是匆匆会见匆匆分别 这使得贺子珍情感大幅起落 陷入了追忆往事的困顿之中 在李敏婚礼结束后不久 南昌便传来消息贺子珍颓然病倒了 当晚李敏着急的一夜未合演 不久后 中央办公厅给李敏下达一通知 立即前往南昌 而这便是毛主席安排的 有了这一通知后 李敏探母心切 收拾了一些生活用品就出发了 在到达南昌后 李敏立即奔向了妈妈贺子珍居住的地方 在见到妈妈贺子珍后 李敏顿时哭出了声 妈妈贺子珍呆呆地坐着 不言不语 昔日谈笑风声的样子荡然无存 李敏望着妈妈 哽咽着说道 妈妈 我叫娇娇啊 我来看您了 您看看我 可贺子珍却好似听不到李敏的呼唤 并未看李敏一眼 见母亲这样 李敏心急如焚 但她知道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在那几天里 李敏一直和妈妈贺子珍说着过去的事 和自己结婚时的事情 无论妈妈贺子珍是否理她 李敏都一直说着 直到一天 李敏扶着妈妈贺子珍在外面逛了几圈 往公寓走时 贺子珍突然开口道 给我削个水果吧 闻言 李敏心中一喜的爸爸让我劝你多吃水果 有营养 听到这句话 贺子珍脸上的表情出现了笑容 就这样 在毛主席的关怀和李敏的悉心照料下 贺子珍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了 几天后 贺子珍开始四处走动 李敏又陪妈妈贺子珍专门到家乡永安转了一趟 散散心 当看到家乡的变化后 贺子珍高兴地对女儿说 今后 我每年都要到各地走走 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李敏连连点头 在妈妈贺子珍身体好转不少后 李敏才与妈妈告别 回到北京 当毛主席得知贺子珍的身体好了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1963年 李敏搬离了中南海 在离开中南海后 李敏能见爸爸毛主席的机会也越发少了起来 但每次能见到爸爸毛主席时 毛主席除了关怀他 总是不忘问上一句 你去看望你妈妈了吗 他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虽然不能常见爸爸毛主席 但李敏只要有空时便会去看望妈妈贺子珍 每当爸爸问到妈妈贺子珍的情况时 李敏总是点点头道 我妈妈她很好 自李敏回到毛主席身边后 毛主席一直告诉自己的小女儿李敏 一定要关怀姐姐李敏 李敏一直按照爸爸毛主席的话 和姐姐李敏友好相处着 他们姐妹之间也没有隔阂 感情也十分深厚 有一年放假 李敏要到上海看望妈妈贺子珍 李敏也提出想要去 毛主席便让姐妹两人一同坐火车去上海了 贺子珍在见到女儿李敏身边 跟着一个小姑娘时 主动拉住李敏的手 温柔地问道 你就是娇娇的妹妹小嫩吧 听到贺子珍亲切的问话 李那连连点头 我和姐姐一同来看望您 我带爸爸向您问好 维言 贺子珍欣慰地笑了笑 当晚 贺子珍给李敏和李那做了可口的饭菜 吃饭时 贺子珍一直给李那夹菜 三个人坐在一起亲密无间 有说有笑 在那段日子里 贺子珍常会带着李敏李那 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转一转 也会给他们讲述革命故事 直到开学时 李敏和李那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贺子珍 离开了上海 1958年 贺子珍移居到南昌居住 李那放假后特意前去看望了贺子珍 轻轻敲开门后 李那笑着对贺子珍说 妈妈 我是小嫩 我放假了 想来看看你 贺子珍自然认出了李那 当听到李那喊自己妈妈时 贺子珍激动不已 赶忙拉着李那进了礼屋 嘘喊问暖了一番 当得知李那即将考大学后 贺子珍鼓励李那好好学习 得知李那喜欢历史 想要报考历史系后 贺子珍对他的想法表示了赞同与支持 虽然毛岸英 毛岸青和李那都不是贺子珍的亲生骨肉 但他们之间的母子 母女情早已超越了血缘 也正是有了这几个孩子的陪伴 给贺子珍的晚年生活留下了不少温馨 而又充满爱的回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